那讲到这个第二外语 是教些什么课程 因为我觉得现在讲到语言 对 我们主要是 因为我自己是学外语的 所以我非常 这个就是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因为我们想 一般我们那个私立学校 它是从八年级 九年级才开始教外语 公立学校他们都是 中学已经有外语 我们私立学校就是什么 我们其他的私立学校 就没有这个 我们想从kindergarten一年级 已经开始给孩子介绍 三种外语 我们一开始是 哪三种啊 我们介绍了印第语 中文和西班牙语 因为我们觉得这三种语言 对我们世界 就是现在有影响的 这三种语言 所以他们一开始是这样 到了中学 可能我们的选择会更多的 就是我们有法语 什么德语 都会有的 好棒 要是可以学会这些语言 这样子以后真的是 到哪里都通了 对 在学语言上 这个global school 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优势 第一呢 就是说 它在这个亚洲这些地方呢 这些分校呢 都可以通过网络 去跟他们去 各个学校之间的学生 有互动 这是一个非常创新的 而其他学校 是不具备这种条件的 那像这个global school 这个silicon valley呢 它通过这种方式呢 可以在学生 学外语的时候呢 有一个非常 international的互动的关系 对 这相当不错 所以这可言 就是叫global school 其中一个理念之一 对 那可不可以聊聊 它这个招生的过程 它是要经过一个考试的鉴定吗 这是一个小考 是我们把它叫做assessment 不是就是考不上 就不能够进学校 主要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学生进来的时候 他的水平是怎么样 而且我们那个年纪 需要的是怎么样的水平 然后呢 就按照那个孩子 就是学生的 自己的本身的那个水平 我们就把它分到 哪一个就是数学课啊 什么 他们有不同的水平 不同的课程 所以都是小班制嘛 对 对 因为我们学生那个人数 我们要不要超过20人 就是每一个班 不要超过 就是可能有同一个班 有两个教室 对 但是我们要就是 人数要少一点 这样呢就是学生的水平 可以不同 我们还可以提供 他们需要的那个 那问题是老师 跟他这个学生的比例 是1比20吗 就是我们小学一开始就是 4年级 4岁5岁那个 Kindergarten是12个人 一个老师 到1年级 2年级还是那个12到18 不会我们最高的那个 也不会超过20个人 这样他每一个才可以得到老师的 每一个教室只能够有20个人 所以这个class size是比较小 那这个师资也很重要 跟我们聊聊吧 那我们赵老师呢 我们最重视的是他们在 就是说1年级的老师 他已经对1年级这个年龄 就是学生的年龄 就是非常的熟悉 他们的所有的就是 他们怎么样的学习方法 他们的学习态度 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 他们需要怎么样的 就是教学方法最有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appropriate 他们接受能力就是会怎么样的 这样有就是很有经验的 就是每一个年级 也很有经验的那种老师 我们掌握 而且他们不单是有一种的专业 他们都有第二种 或者是更多的就是专业 他们数学老师也会音乐 或者音乐老师也会西班牙语 都是多才多艺的老师 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要就是代替老师 就是有时候我们有那个什么 叫substitute teaching 那就一般就substitute就是老师在教室 但是他不能够教课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substitute老师 就是每一个老师 他可以来补充 比他老师的 他如果没来的话 那就另外一个老师可以 完全按照那个老师的安排 就是他本来想叫的 学好的教学规划 他可以这样就是那天 就是他们不是浪费时间了 其实老师这个重要性 和这个学校的领导层的重要性 是同等重要的 一个学校的好 最关键是老师 对啊 那老师好不好 是要看这个校长好不好 和run这个公司 这个相当于经营一家公司一样 所以校长的理念 和他在去找这些老师的时候 在global school这块呢 他有一个很好的这个foundation基础 就是说他第一是已经很有经验的了 那一般的家长呢 他害怕去take a chance 对 害怕去承担一些风险 当然约这个小孩子 对啊 所以global school呢 在这方面呢 已经全球有22个这个学校了 然后老师呢 又是这个在这个 这个Maria校长和这个 哪怕的这个CEO的这个领导下 非常严格的这个招聘过程 所以呢 在师资上呢 是很强的 而且他们也想很多办法 就把那个国际的那个课程标准 就是把它就是接合跟那个加州啊 美国最好的 最有名的高中啊中学 他们的那个课程标准 结合在一起 我想所有的家长都会认同 像刚刚孙姑姑跟我们讲的 还有苏小姐讲的 那么目前这个学校的招生的 截止日期是什么呢 是什么时候 是9月1号开学 那我们本来想就是 4月份就已经是deadline 但是因为我们是新的 所以我们这个是 因为我们是新的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还是招生的 到一直到我们要开学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 目前招生的情况怎么样 那个招生呢 已经很多人已经是报名了 我们那个kindergarten 一个吧已经是full 已经全满了 对啊 全满了 所以我们就开第二个kindergarten class 真的 所以这样就是 每一次我们有open house 我们就有很多人来报名 最重要的就是说 所谓open house呢 是给大家一个眼见为时的机会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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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如果你去了学校的校园 见着老师了以后 这些家长会感到很踏实 你知道吗 不是说我们只是在广告里 或者是在报纸上去软一些广告 而是看眼见为时 所以希望大家去校园看一下 大家可以把握这个事 所以接下来还有open house吗 每个周末都有吗 每个周末都有 不 每个周末都可以有一个private tour 但是我们每个月有一次 有一个大的开会 OK 那今天非常谢谢舒小姐 还有孙姑姑来到节目中 带我们了解这个 这个全新非常棒的 这个Global School 希望有兴趣的家长 可以把握这个时间 去这边参观参观 对不对 眼见为时 OK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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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